主料,高粉200克,盐3克,奶粉10克,糖35克,黄油30克,酵母5毫升,水110克,辅量,全蛋液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后油发柔制扩展阶段,指出滚圆放入温暖处发酵,发酵制圆面团的2.5倍大小,指出排气,分割成4份大小, 中间松弛15分钟,去一面团,中间分成两份,搓成上条状,如图十字交叉,在如图左右交叉,在如图上下交叉,在如图左右交叉捏紧收口,做成如图的麻花状,放入烤盘,等所有的都做好后一起放入烤盘,送至温暖湿润数二次发酵,二次发酵具2.5倍大小,表面刷上蛋液, 烤盘放入烤箱,180度,中层,上下或15分钟即可,烹饭技巧,一,变化过程详见图片,二排入烤盘时中间,流油足量间隙,不然就像我这样粘连在一起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